1976年,陕西宝基凤祥县乡下的一个农民在荒地产土时,产出了带着血丝的黄土,意外揭开了一座古墓。 有人想起,前几年就有不少考古专家来附近勘探,可能就是在找下面的古墓。 但是无功而返,消息传开后不久,一伙盗墓贼跑来一晚上就挖穿了。 随后赶到的考古专家们为了发掘古墓,却用了十年,专家们苦笑不已,自嘲道,不如干脆雇佣盗墓贼。 那么,这座古墓中安葬的究竟是谁?盗墓贼又是如何挖穿的? 本期星星爱谈历史将为您讲述这段往事。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击订阅,看更多内容。 宝基凤祥南指挥村曾经有一块荒地,这块地的奇怪之处在于,不管雨水是不是丰沛都打不了粮食,外人感到奇怪。 但本地人却对此习以为常,都讲几千年来都是如此。 这块荒地周边的庄稼都长得挺好,就这地不行,直到1976年,这块土地的秘密才被揭开。 埋葬巨大秘密。 有一个叫做晋思治的村民,本来想在这块荒地上取土,修自家的院墙。 结果发现这块的土跟别处不一样,宝基一带的田地。 多数是黄土,而这一块地里的土,坚硬不说,更是夹杂着红色、青色等不明物质。 取土没有成功,晋思治突然想起,县里最近来了一支考古队。 考古队到凤翔的主要原因,是想要追寻秦朝的踪迹。 是因为此处以前被称作雍城,公元前677年,秦东迁致死,此后长达294年的时间里,这里就是秦国的都城,秦国曾有19位国君,就埋葬于此。 不过随着地貌以及地名的不断变迁,考古工作面临很大的困难。 根据史料里的记载,秦宁宫葬灵山。 后来灵山一名灵山,他们在凤翔县附近的灵山勘探一年,毫无收获。 正当禁思治跟村民们商量着怎么通知考古专家时,之后的一天晚上,突然来了一伙外地人,静止走到禁思治发现奇怪土壤的荒地上,开始用铲子铲着什么,村民们没多想。 结果当天晚上,有村民在深夜听到了奇怪的响动,第二天,这伙自称是考古人员的外地人,就不见了踪影。 荒地上却多了一个能容下人进出的大洞,里面漆黑一片,深不见底。 村民们心里咯噔一下,这才意识到那群人其实是盗墓贼。 随后,真正的考古人员终于闻讯赶来,看到那个倒洞后,不由得后悔没有早点来。 考古队员对南指挥村的荒地进行勘探,发现这是一座很大的古墓。 这座古墓中间宽度可达42多米,长度更是达到了300米,这已经是当时中国发现的古墓中面积较大的了。 然而,随着挖掘工作的继续,它深度远远超出了专家们的认知。 即使到现在,中国已经挖掘了大大小小成百上千个古墓,也没有几个可以与其相比较。 只是粗略的数字都让在场的专家们大吃一惊。 之后的挖掘工作更是多次让他们惊讶地合不拢嘴。 当时没有人能想到,这场挖掘工作竟然持续了十年之久。 在挖掘中,专家们发现这座古墓已经不是完全的封闭状态,在它存在的上千年中,已经有多位盗墓贼光顾过。 这让本来空旷的古墓空间内充斥着大量的泥沙。 因面积以及深度较大,为了保护古墓的内部墙壁不受损坏,挖掘就不能完全使用大型机器,所以挖掘工作进行得十分缓慢。 仅古墓清理泥沙的工作就进行了十年的时间。 直到86年,那具有两层平台的漏斗形结构,总共有三层空间的古墓全貌才展现在专家们面前。 在清理的过程中,专家们看着古墓中出现的大大小小二百多个倒洞心疼不已。 其中,最早的倒洞可追溯到宋朝时期,那么古墓中的陪葬体应该已经被倒得一空了。 这240个倒洞狠狠地打击了考古队员的信心,但是他们的专业让他们不肯轻易放弃。 总有一些大件的文物是盗墓贼没办法运走的,因此这个巨型古墓还是十分有继续开发的必要。 在考古队员的不懈努力下,这座古墓终于一点点展示在世人面前。 古墓整体有将近24米高,一道金字塔的形状分成了三层,在十几米的地方有一个二层的平台。 混乱人骨,残忍祭祀。 就是在这个第二层平台的地方,考古队员发现了一个头骨。 这个头骨的主人此前应该十分害怕,他的嘴巴张得大大的,那因为即将丧命而生出的恐惧,仿佛要透过千年之后的这个头骨完完整整地展露出来。 考古队很快就在这个头骨的周围又发现了很多新的人骨。 有的是手臂,有的是大腿,有些骨头完好无损,有些骨头被残忍折断了。 考古队把附近挖出来的所有人骨做了一个拼图,在这个二层平台上竟然有整整二十具人骨。 他们没有棺材,甚至连裹尸体的草席也没有。 他们有的人没有反抗,轻易地就被杀害了。 有的人反抗了,于是就被折断手脚之后再被杀害。 考古队员断定,这应该就是传说中那个恐怖的习俗,人生,人生,顾名思义,就是在祭祀中作为牲口而被杀死的人, 两千年前的祭祀人。 站在即将封存的大墓旁,最后一次祭祀自己心丧的国君,烈烈地风声,压不住人生们的哀嚎。 一群士兵抓机赶压斑,将人生聚到一处。 听话的,就得砍杀,不听话的,便打断了手脚再杀。 这些残忍的祭祀者,害怕牛羊满足不了祖先的胃口,便用活人来代替牲畜,随着一生令下,刀斧其落,二十多人就这样伸手益处。 与人殉不同,被杀死的人生通常是一些奴隶和战俘,他们生前工人驱使完乐,死后也不得魂归其所。 然而,仅仅二十具的人生,也只是这场殉葬的冰山一角。 在最下方的平台上,还有166具殉葬的尸体,这些尸体年龄最大的五十多岁,最小的不过十多岁。 他们的下肢无一例外,全都诡异地全曲着,且都有捆绑的痕迹,考古队员断定。 这些人在死后,被人为摆弄成跪拜的姿态,主持葬礼的人,用绳索将他们的膝盖牢牢捆住,使他们及时死去。 也要保持着低头屈膝的跪姿,永生永世地朝他们的主人扶手,而即便是跪下了,也要分跪姿的等级和次序。 这160多具训人,分为两种不同的殉葬方式,辖训和香训。 其中,环绕主观国的香训共72具,辖训共94具,这些训人并非全部都是奴隶。 根据历史记录,训人大部分都是墓主人生前最信任与喜爱的人,身份可能是机械与近视, 甚至是将军,在古代等级森严的制度下,人人都有肯可能成为皇权的随葬品。 186具训人是中国迄今为止,发掘出的训人最多的墓葬,如此残酷惨烈的训葬制度令所有人心惊不已。 如此规模盛大的陵墓,其墓主的身份也成了大家最关注的对象,发掘出主观后,人们有惊奇的发现。 构成主观的东西壁及观底盖的所有南北向百目,两端均由笋头伸出,在主观南北两侧凑成长方形的如同柜子一般的形制。 这个皇常提凑的奇特观葬方式属于周天子的丧葬规格,但当考古人员打开观盖后顿时惊呆了, 因为他们其主观内除了一段谷谷,别无他物。 显然,经过数百次猖狂的盗墓挖掘,观内已被喜结得只剩下这一段谷谷了。 难道墓主注定是要成为一个不解之谜吗? 结果考古人员在墓底有神奇的发现,他们发现了很多石头的残片。 这些石头残片是石庆一部分,其名文仍清晰可见。 身份揭晓,考古队员把名文小心地踏印下来, 交送专家研究,专家给出的结论出人意料。 名文所记载的是一次宫廷宴乐活动,大墓主人则是这次活动的召集者, 而其中名文里的共环是四四个字证实了墓主的身份,秦景公。 据史料记载,秦景公原名肇师,死于公元前537年, 当时的男子称是不称性,所以这个银字就属于景公部落的名字, 秦景公是秦桓公赵龙的大儿子,在他继位的39年之间。 他将秦国的势力不断地向中原推进,是名副其实的秦始皇祖先。 那时秦景公统治下的秦国国力强盛,势力逐渐向中原渗透, 秦景公死后渐月周礼,使用皇常提凑葬事, 可见雄心壮志的秦国已经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。 秦景公墓的发现,改变了人们对秦国的看法, 通过这样的殉葬就可以知道,秦国的礼仪是非常残暴的。 通过对文物的研究发现,可以知道秦国的生产力并不低下, 这时候的秦国有高超的工艺水平和丰富的物质文化, 秦公一号大幕的故事告一段落。 其中经历的曲折令人惊叹,又不免让人产生新的疑问, 过去的历史还有多少秘密等待我们发掘呢?